从大一幕回到现实 我们来看的是石化产业 气候变迁有人说 最大的贡献者是石化产业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超过75% 那现在新闻界揭示 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 在70年代就准确预测地球暖化 但是刻意隐瞒 还有说今年联合国的气候峰会 将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办 但是阿联是任命 国营的石油部长做大会主席 这引发一些反弹 也引发了全球应对环境危机的隐忧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石化产业 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二 现在由新闻间披露 美国石油大厂艾克森美孚 早在半世纪前就准确预测全球暖化 却为了企业利益可以隐瞒 这研究在Exxon的科学 他们试图了很多证据 在77年和2014年 这间市值4,66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 早知道气候变迁会导致全球 每十年升温约摄氏0.2度 多年来却依旧不断推销自家产品 而且持续否认错误行为 过去九年是地球气温史上最高 一般来说反声音现象 对于全球气温有降温的作用 但NASA新报告发现 2022年不但是反声音年中最热 也是进入史上第五热的一年 更令人担忧的是气温还会再飙高 刚迈入新的一年 气候危机就已经显现 对全球气候政策有重大影响力的 联合国气候峰会 今年由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办 但阿联却任命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 担任大会主席 贾伯自2020年就担任阿联气候特使 同时也是国家实现 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的主要推动者 但身为国营石油部长 是否会削减全球减碳力道 两者利益冲突引发争议 联合国发言人指出 大会主席有主办国自行举派 并没有参与 但重申全球必须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才能扭转气候灾难 減缓暖化有序发展是关键 世界第四大再生能源生产商 在伊比利半岛启动第一座太阳能结合锋利的混合发电厂 预计每年能够增加36.500万千瓦的发电量 至于这台两人座被称为全印度首辆太阳能动力车 则是由当地新创最新展出 能源来自车顶的太阳能板 预近2024年上市 而在瑞士则有科学家发明出 只需要少量空气 水和阳光 就能产生氢气的人造叶子 科学家解释太阳能虽然无限 却会受到天气影响 但透过光合作用把水分分解成氢气 就能事先储存能源 人造叶子是涂有半导体材料的融化玻璃纤维制成 现在研究的下一步是提升设备的机制和效率 未来有望成为再生能源储存的长期解方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本集完